就到这儿呢 咱们也要给大家伙答疑解惑了 怎么了 在高婷宇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啊 不少网友表示 同样是速滑500米 咱们的运动员五大镜咋就没上场呢 答 因为五大镜是短道速滑 这高婷宇呢 是速度滑冰啊 两个项目虽然名字很相似 其实规则是大有不同的 下面呢 咱们就用一个短片啊 带着大家伙呢 好好的区分一下 走起 听名字就知道 短道速滑的冰道更短 一圈是111.12米 速度滑冰 又被称作大道速滑 冰道距离更长 一圈是400米 分内外两道 咱们的比赛规则也不一样 短道速滑比赛是集体出发 不分道次 转弯板净小 弯道多 需要更多的战术和技术来争夺身位 赛场上的偶然性大 速度滑冰是随机两人一组 谁快谁赢 场地分为内外道 选手需要交替滑星 从我们来说 速度滑冰是人与时间赛跑 短道速滑则是人与人 团队与团队之间的较量 在单位方面 速度滑冰的冰刀刀体长 刀刃窄 冰刀的后跟不与冰鞋连接 这样登冰的距离就更长 而短道的冰刀后跟与冰鞋连接 刀身更短 短道运动员也需要更多的防护措施 安全头盔 护警等必不可少 我们接冬奥会 速度滑冰比赛在国家速滑馆冰次代举行 短道速滑比赛则在首都体育馆地形 长知识了 这下也看明白了 短道速滑因为场地小 弯道多 运动员需要更多的战术和技巧来争夺身位 所以意外情况时有发生 但是速度滑冰是两个人一组 这各滑各的 互不干扰 拼的就是绝对的速度 谁快谁赢 速度滑冰也被称为是地表最快运动 是人类不借助外界机械设备 能达到最高时速的一项运动 绝对实力高亭宇做到了 他不仅仅创造了中国男子速度滑冰的历史 还打破了所谓棋手的魔咒 可不 这42年来呢 我国冬奥选手啊 代表团的棋手 在当届奥运会都没能夺金 但是呢 高亭宇是这一次的棋手 他表示当棋手 就是希望能够棋开得胜 这到了赛场 什么魔咒不魔咒呢 花就完了